同学们,这两天我有点事情 我找了我的表妹来给你们上今天课 她的是重点大学的学生 你们有什么不懂的作业这么烫? 许许小学生的作业 对于我来说就是小菜一碟 大家有什么不懂的就来问我吧 老师,这是我的作业本 你帮我检查一下吧 没问题,我的作文都是被拿来当范文的 什么? 拿夹部门写作文 是啊,我们班同学都会 老师,你是大学生,你别的太简单了吧 我早就会了 我现在都已经开始研究火星文字了 检查个文太费时间了 你们有没有其他的作业? 有啊,老师 帮我看看这道数学题 数学题太简单了 什么? 这是高等数学 微积分高阶等数 这种低等数学我提不起兴趣 再换一课吧 好啊,老师,你帮我看看这个 老师让我们解析小白鼠的记忆序列编码 这,这得花很长时间吧 不会啊,我自己写的程序会自动运行 你帮我看看运行程度吧 再换一个吧 这个科目太简单了 那就帮我你吧,老师 我已经设计好了太阳系八大系 星影星轨迹模型 老师,你帮我来站上下的部分吧 我准备再设计一个银河系模型 我已经自学了广义相对论和侠义相对论 天体物理学,宇宙物理量自力学 但是我仍有许多问题 宇宙究竟是无限大还是无限性 重力波是如何产生的 时间有没有尽头 大爆炸是如何产生的 这还是小学生的作业吗 这不就是基本的操作吗 点击下方抖牙视频 观众一下呗